严雄大巨蛋暗重送件。 柯文哲不动摇,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严雄巨蛋公司重送兜神文件,大巨蛋复工有新进度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、六、日重申,他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,心中已把进度表拿掉,如果会过就是会过,接受社会检验。 柯文哲表示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。 图中央社。 柯文哲下午出席向山青山步道夜间生态解说导览活动,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。 他说,他与市府团队在大巨蛋暗坚持许久。 不会因选举即将到来就改变政策,公开透明,合理合法,不会故意刁难,也不会放水,表示很多人张大眼睛在看此案,不可能不审查就发现照。 柯文哲表示,他就是因为没有选举考量,才撑这么久,他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,否则一直想住进度表,行为会变得很奇怪。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,就继续撑下去,依照原则来走,他说,大巨蛋审查如果会过就是会过,接受社会检验。 远雄今年2月27日挂件申请提送第四次,变更设计至兜审委员会审议大巨蛋案,都发局依远雄申请在3月12日发送兜审委员会开会通知单。 在4月3日召开兜审委员会,在4月3日召开兜审委员会,严雄3月19日发函申请审议会暂缓并展演90天不回,因而撤件。 柯文哲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,该怎么办,就怎么办。图中央社。 针对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,批评他与网红拍宣导影片是做个人行销,国民党籍市议员王洪威也指其投入网红行销的预算达新台币567万元。 他说,没有多编列宣传预算,只是看用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,而随着时代改变,众心会逐渐倾向社群媒体。 王洪威指出,柯文哲与网红合作的影片所需费用为10万元以下,等于不需经公开招标,柯文哲说,网红价钱比较便宜,要10万元以上比较少,报纸买广告都要50、100万。 眼熊巨蛋公司重送都神文件,大巨蛋复工有新进度,台北市长柯文哲金,6、日重申,他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,心中已把进度表拿掉,如果会过就是会过,接受社会检验。 柯文哲表示不会因选举而改变政策,图中央社。 柯文哲下午出席向山青山步道夜间生态解说导览活动,开始前接受媒体访问。 柯文哲说,他说,他与市府团队在大巨蛋案坚持许久。 不会因选举即将到来就改变政策,公开透明,合理合法,不会故意刁难,也不会放水,表示很多人张大眼睛在看此案,不可能不审查就发见照。 柯文哲表示,他就是因为没有选举考量,才撑这么久,他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,否则一直想住进度表,行为会变得很奇怪。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,就继续撑下去,依照原则来走,他说,大巨蛋审查如果会过就是会过,接受社会检验。 远雄今年2月27日挂件申请提送第四次,变更设计至兜审委员会审议大巨蛋案,都发局依远雄申请在3月12日发送兜审委员会开会通知单。 在4月3日召开兜审委员会,在4月3日召开兜审委员会,眼熊3月19日发函申请审议会暂缓并展演90天不回,因而撤件。 柯文哲心中已将大巨蛋的进度表拿掉,该怎么办,就怎么办。图中央社。 针对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,批评他与网红拍宣导影片是做个人行销,国民党籍市议员王红威也指其投入网红行销的预算达新台币567万元。 他说,没有多编列宣传预算,只是看用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,而随着时代改变,众心会逐渐倾向社群媒体。 王红威指出,柯文哲与网红合作的影片所需费用为10万元以下,等于不需经公开招标。 柯文哲说,网红价钱比较便宜,要10万元以上比较少,报纸买广告都要50、100万。